神灵附体者身穿丝绸服饰 双手夹着蜡烛 随着音乐起舞 这种称之为薅动的膜拜仪式 在越南当地扎根已久 甚至可追溯回16世纪前 24岁的灵梅指出 她年纪轻轻便开始接触 这种神灵附体的膜拜仪式 在音乐的伴奏下 神灵便会开始附在她的身上 让她深有体会的是 神灵附体后 剑术便会出奇的高超 如果是一名女神附身 那么武艺便会大大进步 而倚众前来膜拜的信徒 也会跪在灵梅前 奉上贡品诚信膜拜 之后就会抢着 接下灵梅撒下的纸币 寓意着幸福和财富 这种历史有久的信仰 膜拜的是掌管森林 雨水和天堂的神母 结合了道教 佛教的元素 共产党政府在2005年 以这种信仰宣化 迷信为由 禁止了这种民间文化 但随着民风近几年 逐渐开放 吸引不少人追捧 这种民间文化 发展和供应 这种膜拜仪式原本只限于特定场合 但后来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便开始公开表演 让外国游客观赏